耶和华如此说,你下到犹大王的宫中,在那里说这话,说,做大卫宝座的犹大王啊,你和你的臣仆并进入城门的百姓,都要听耶和华的话。 耶和华如此说,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,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,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,不可以强暴待他们,在这地方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。 你们若认真行这事,就必有座大卫宝座的君王和他的臣仆、百姓或坐车或骑马,从这城的各门进入。 你们若不听这些话,耶和华说,我指着自己起誓,这城必变为荒场。 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的家,如此说,我看你如鸡猎,如黎巴嫩山顶,然而我必使你变为旷野,为无人居住的城市。 我要预备行毁灭的人,各拿器械攻击你,他们要砍下你加美的香柏树,扔在火中。 许多国的民,要经过这城,各人对邻舍说,耶和华为何这样对待这大城呢? 他们必回答说,是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神的约,侍奉敬拜别的神。 不要为死人哭嚎,不要为他悲伤,却要为离家外出的人大大哭嚎,因为他不能再回来,也不能再见他的本国。 他说,因为耶和华论到从这地方出去的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沙龙,就是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的,这样说,他必不能再回到这里来,却要死在被掳去的地方,必再也见不到这地。 那行不易盖房,行不攻造楼,白白使用人的手工,不给攻架的,有祸了。 他说,我要为自己盖广大的房子,宽敞的楼,为自己开窗户,这楼房的护墙板是香柏木的,楼房是单色油漆的。 难道你做王,就是为了造香柏木楼房争胜吗?你的父亲岂不是也吃,也喝,也实行公平和公义吗? 那时他得了福乐,他为困苦和穷乏人申冤,那时他就得了福乐。认识我,不在乎此吗?这是耶和华说的。 唯有你的眼和你的心,专顾贪婪,流无辜人的血,行欺压和强暴。 所以,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,如此说, 人必不为他举哀说,哀哉我的哥哥,或说哀哉我的姐姐。 也不为他举哀说,哀哉我的主,或说哀哉我主的荣华。 他被埋葬,好像埋驴一样,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。 你要上黎巴嫩哀嚎,在巴山扬生,从亚巴林哀嚎,因为你所亲爱的都毁灭了。 你兴盛的时候,我对你说话,你却说,我不听。 你自幼年以来,总是这样,不听从我的话。 你的牧人要被疯吞吃,你所亲爱的,必备路去。 那时候,你必因你一切的恶,爆溃蒙羞。 你自住黎巴嫩在香柏树上搭窝的, 有痛苦临到你,好像疼痛临到产难的妇人。 那时,你何等可怜啊。 耶和华说,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戈尼亚, 虽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, 我凭我的永生启示,也必把你从我手上摘下来。 并且,我必把你交给要你命的人, 和你所惧怕的人手中, 就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和迦勒底人的手中。 我也必将你和生你的母亲赶到别国, 那并不是你们生长的地方, 你们必死在那里。 但你心中特想归回的地方, 却不能归回。 哥尼亚这人,是被侵害,遭破坏的器皿吗? 是无人喜爱的器皿吗? 他和他的后裔,为何被感到不认识之地呢? 弟呀,弟呀,弟呀, 要听耶和华的话。 耶和华如此说, 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, 是平生不得亨通的, 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, 得亨通, 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, 至理由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